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都过来 听我说一下 咱们这里人民村只有三公里的路程 一会儿大家徒步过去啊 在西北方向的冰王林几何 明白了吗 明白 行动 走走走走 我跟着啊 小赵 跟你说的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确认的位置马上出来给我们发信号 不许自己动手 剩下的交给我们 听到没有 知道了 好 老板好 老板好 好 这个 这个 我要撑拖了 周叔 来一下 周叔啊 生产的时候天气在门 你让他们戴好口罩啊 周叔啊 这笔话我们也没能交 放心吧 你放心 没问题的 保证你明早 顺利交货 别的喊 这帮臭小 好 周哥 老样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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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老伯 你要不要 要 但我也要得及 二十分钟后 等我 活肯子 不要 你干吗 活肯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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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鸿章这种人 出门肯定做活肯 而且还得是软卧 但是 做软卧得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 你得至少是 初级以上干部级别 要么你是记者 科学家 律师这种特殊人才 其二你还得有介绍信 这赫鸿章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他只能高价 从票贩子手里买 万一人家在铁路上 有朋友呢 还挺灵活 无论如何 只要买票就得现登记 我带你去 瞻前派出所 赫鸿章 赫老板 我刚才说够 不是钱够 是人够 我虽然住在遥远的乡下 但是在广宁这个地面上 不允许有第二个人卖毒品 包括四里 赫鸿章 赫鸿章 陈哥 姐 爷 放我一把 我是外地人不总规矩 这货都是你的了 我离开广亭 再也不回来呢 那货不是我的 还是你的吗 都是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 给你开玩笑的 赫老板 走吧 咱晃个地方聊聊 中书交代的话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追追来 罗勇 出门 我们是公安局的 想让黄社会了解那件事情 我认识他们 他们是假警察打他 你们俩给我回去 干什么 快回去告诉周叔 快跑 你走 我们是协关职了 在将军面前直接公布 不要 如果再到了群警 后果私服 阿龙 你们家地是哪一块 这我真不知道了 你 你 是 改变大夫 原谅人 是 的 我 勿ilib 似乎无情况 武警还在收山 我们已经在汽车站 和火车站等 本市各个出入点不空 如果没有外逃 黄总委带着老婆孩子 是逃不掉的 据您据说 中午的时候 他带着老婆孩子 开车走了 会不会先把老婆孩子 送走了 黄总委又不是什么 黑社会惯犯 哪那么大的 解惕性和反侦察能力啊 那他要逃的话 能逃去哪儿呢 段公子 有什么发现啊 刘队 我申请去趟广宁 为什么 据贺鸿章交代 这几天还在广宁 认识了一个大客户 局长 我申请广宁警方协助 刘队 我跟小赵去一趟了吗 别了吧 为什么 通报省厅和广宁警方 咱们小地方的警察 管不了那么大 厅里自然会有安排 根据种种迹象 黄总委目前 应该还在我先进内 你们之前 已经几次与他擦肩而过 我相信再擦一次 就能抓住他 从即刻起 除了继续搜山 其他所有警力 包括派出所 交警 群众治安组织 全部投入到本市 各交通出入点 宾馆旅店 查找黄总委和老婆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